詞曲 李宗盛 我們剛才前一堂課在找這個Least Square的Solution 我們是用這個先一代數方法在做 我們得到那個結果 基本上最好的時候是projection下來 然後讓arrow vector跟原來這個column space 我殺了可能的時候 那時候會使得arrow的長度的平方最小 這個問題其實是算極小值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可以用微積分算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微積分算出來是怎麼樣 我用calculus用微積分算 我現在要minimize的東西是什麼 我要讓它最小的東西是這個 然後a是多少 a是這個 a是這個矩陣 x是cd這個強量 b是這個 這全部給你 所以我把它全部帶進來 ax的向量就是 照這邊就是c加上0d 第一個component 第二個component是c加d 第三個component是c加2d 那這個東西減掉b這個向量 然後它的長度平方 就是每一個component的平方 所以我可以把它帶進來 就可以得到下面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是這個c c加上這個d乘0 c加d乘0 要扣掉 那邊第一個component是6 這個東西的平方 這是第一個component的平方 那第二個component是c加d乘1 扣掉0 扣掉0 扣掉0就沒有扣 這個東西的平方 那第三項就是c加d乘2 對不對 對這個扣掉0 扣掉0就沒有這個的平方 三個component的平方 你把剛剛那個a跟x跟b 帶進來這邊 就得到這個 好 所以我現在這是一個什麼 我要minimize的東西 要取最小值是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一個平方的 然後有兩個變數 一個c 一個d 對不對 所以這是兩個變數的函數 然後呢c跟d的範圍是什麼 c跟d是任何的時數 那我要算這個東西 這個函數的幾小值怎麼算 就是說如果c跟d是有範圍 比方說某一個close的region 幾小值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會發生在片尾分等於0的地方 或者是boundary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沒有boundary 因為c跟d是所有的 所以這個幾小值 只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只會發生在片尾分等於0的地方 對 所以我就把片尾分算一算 我就把它解出來就好了 好 所以我就把片尾分算一算 好 所以第一個是 對c偏尾分d當作的常數 所以你把這個尾分就2 然後再對c尾一次 c尾一次1 然後再對這個再尾一次 對c尾分 然後再對c尾然後1 然後2尾下來 然後再對c尾一次1 就得到這個 所以第一個式子是這個 對c偏尾分這個 然後再對d偏尾分 還是一樣 這個2圍下來 這個d前面係數是0 所以這邊是0 其實這一項沒有 因為這邊根本沒有d 然後再圍這個 然後d的前面係數是1 然後再圍這個 OK 然後這兩個片尾分都要等於0 這兩個式子都是一次式對不對 因為c跟d都只有一次而已 這都一次式 所以是兩個聯繫方式 有兩個線性聯繫方式 有兩個變數 這可以解出來 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 這邊每個都有2 兩倍你把2都除掉 所以是1倍的c 1倍的c 1倍的c 3倍的c 這個d沒有0 這是1個 這是2個 所以3個d 然後這個常數只有6 1過去-6 1過去6 因為我2全部除掉了 所以1過去就6 1個式子 那第二個式子 這個沒有嘛 所以只有這兩個 所以2除掉 c有兩個 3個c 這是1個c 2個c 3個c d有1個 然後這4個 有5個d 那等於多少 這常數沒有 是0 所以我片尾分等於0 就等於這樣子的equation 兩個equation 兩個變數 所以我去解 所以我要去解這個東西 所以解這個 OK 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有沒有看過 這個前面解過嘛 我前面在算這個的時候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那算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exactly是這個 一模一樣 你回去對一下 我前面在算這個東西時候 A穿的時候A A穿的時候A 你把這A穿的時候A乘一乘 剛好就是3335 A穿的時候乘B 乘出來就是60 就exactly就是這個式子 所以解出來就一模一樣 OK 有沒有問題 所以解出來就一模一樣 為什麼一模一樣 因為是不同 同一個問題 我們用不同方法解 做出來當然一樣 是不同方法 解出來當然一樣 沒問題吧 所以為微積分算出來 答案跟我用現在數算的 是一模一樣的 OK 事實上你可以證 如果你去把這個東西取 partial derivative 偏微分 A跟B都給你了 X是變數 看X有幾個 比方說A是M乘N X就有N個變數 所以這個是個N個變數的平方的 這個函數是平方的 對不對 然後你去做偏微分 對每一個變數 這有N個變數 對不對 每個變數都偏微 讓它等於0 然後你把它整理一下 最後得到的東西 就exactly就是這個式子 就是去解這個 一模一樣 你可以很簡單 你把它圍一圍很簡單 大概就得到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你去算偏微分等於0 就是你去算偏微分等於0 就跟我去現代數 算這個Othagonal Othagonality的時候 那個條件是一樣的 這可以證的 這點是可以證的 當這個等於0的時候 這偏微分剛剛等於0 這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得到一模一樣的 所以解出來是一樣的 好 所以剛剛那個問題 我們就知道 這個 5-3t是 是 這是 best fit 就是我前面的問題 我剛剛這個只是跟你講說 in general 基本上你偏微分 就出來就是這個東西 好 所以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這個是最好的fit 那我原來的時候 我原來的觀察點T是012這三點 那這三點 那我這條線是通過哪 通過哪幾點 這條線 就5-3t這條線是通過哪些 通過 通過哪裡 你要0帶進去 0帶進去是通過5 然後1帶進去 1帶進去是2 2帶進去是-6是-1 我是通過5-2-1 然後我原來是通過哪裡 我原來的點是 原來的時候是012的時候是600 原來是600 我現在這條線是通過5-2-1 所以會有error產生 對不對 因為我沒辦法exality解出來 那那error是多少 error就是這個的x 就是他減他 所以是1-21 對不對 1-21 就是這個error vector 1-21就是這個error vector 所以我的minimize的結果 這個case這個minimize的結果 這個case這個minimize的結果 就是這個1的長度的平方 這個case是多少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加平方 4加2是6 這個case是6 那個a那個b這個東西最小是多少 這至少叫6 OK 有沒有問題 上面只跟你說 我唯一一個是用幾何的 我說他osano 我說會最短 再來我是用現代數 show的你看 就是osano 我說會最短 再來就是用微積分 微積分 你取片分分等於0 事實上算出來 就跟那個 你取那個projection 那個情況是一樣的 答案是一樣的 好 所以最後這部分呢 我們最後就有個結論 就是所謂least square solution 我把summarize一下 就是當這個東西不能解的時候 not solveable 這個沒辦法解 就是無解的時候 我可以去解什麼 我可以解一個所謂的least square solution 我去解least square solution 這個least square solution 我如果叫做x hat 那least square solution 會反逐什麼 所以你解這個東西無解 因為b不在a的column space裡 就無解 但是我可以去解least square solution 那least square solution怎麼解 least square solution 是在解這個 在解這個東西 OK 這個無解呢 你去解什麼 你就去解這個 解出來這個x hat 就是所謂的 ls solution 就是所謂的least square solution 你看這個式子到這個式子 好像只是把左右兩邊 乘上一個a-transfer 基本上就這樣 所以這個解不出來 你就去解什麼 你就把左右兩邊 乘一個a-transfer 去解這個 就會解出來了 OK 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解 就是所謂的least square solution 什麼叫least square solution 就ax-b的長度的平方會最小 OK 就結論就是這個 這個結論其實蠻簡單的對不對 好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如果解不出來 那我還是要給你一個解 然後我就給一個least square的解 就是這樣解 然後最後把它推廣應用一下 我們剛才一個特別的例子 我一開始講了一個特別的例子 那我來講廣義的case 假設我要用一條直線來fit 剛才只有三點 那in general我會有m點 所以我現在問題是 我要fit一個straight line 用一個直線fit 所以我有一些height 比方這是觀察的值 有m個值 b1 b2到bn OK 然後這些值是在某些時間 比方這個是時間好了 那實際看你是什麼東西 不見得是時間 我這邊把它叫做時間 t1 t2到tn OK 這個是我已經有的 在t1時間這個值是b1 在t2時間值是b2 在tn時間值是bm 我要這些data 我要用一條直線來fit 那這條直線就有兩個component 一個一次項 一個常數項 叫c加dt 那剛才是特別的例子 我就有三點 然後那個值我都給你了 那現在是in general m點 然後這個值就是t1 b1 t2 b2到tn bm OK 那我現在怎麼解這個問題 就我先嘗試去解 如果剛剛好等的話 所以我去解這個equation 你先去解解看 是不是剛好有一條直線 剛剛好讓這幾點都符合 OK 你去解這個東西 那因為現在只有兩個變數 然後很多equation 通常都不會直接 不會有解啦 解不出來 那這個問題我把它寫成 寫成這個矩陣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要解的解的是cd嘛 所以我就 x就是cd a這個 a就是這個矩陣嘛 對不對 你這樣就會得到c加dt1 c加dt2 對不對 所以這又是我 我要解的equation 就是ax等於b OK 所以你先去解這個東西 如果解得出來 當然很好 你就解出來了吧 就剛好找到一條直線 剛剛好 就剛剛好就一模一樣 剛好這些點都在那條直線上 OK 那大部分情況不會 因為這個equation很多 通常這個m可能很多很多 那你很多equation只有兩個變數 有很大的可能 你根本不會解出來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很大的情況 這個不能解 所以不能解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找一個least square solution 所以我這時候的最好的fit 就是所謂的least square solution least square solution 什麼就剛跟你講 你就相當於那個解不出來 你就相當於左右兩邊都乘a transpose 你去解這個東西 好 解出來的x hat a乘上x hat 就是投影到column space的那個東西 你去解這個 這時候你就去把這個 你就把這個主流兩邊算一算嘛 就是反正這是線性能源方式 你把a穿的時候a算一算 a穿的時候b算一算 你帶進去就解出來了 好 所以下面只是把這個算一算 沒有什麼 就把你剛才的東西把帶進來 對不對 a是這樣子 a是 第一個column全部是1 第二個column是t1到tn 所以a穿的時候a 你把它乘一乘就得到這個 第一個就是n個1相加 是n 再來是把所有的t加起來 這是把所有t加起來 這是把所有ti加起來 這是把所有ti加起來 這是把所有ti的平方加起來 所以都要這個 a穿的時候a是這個 另外一邊我就把a穿的時候b算一算 好 然後就把這個算一算嘛 所以你得到2 by 1的vector 所以第一個是把所有的bi加起來 所以第一個是把所有的bi加起來 那第二個component就把所有的ti乘上bi加起來 所以基本上我去解什麼 我去解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去解什麼 好 左邊這個a是個2 by 2的矩正 然後右邊呢 右邊是個2 by 1的vector 得到這個 對不對 這個是a穿的時候a嘛 這個是a穿的時候乘上b 所以我現在只有兩個變數c跟d 然後這個都知道 因為這個你都知道 這個a穿的時候a可以得到a穿的時候b 你知道嗎 你就把它解出來了 然後這個很簡單 這個2 by 2的 先進來的方式把它解出來 OK 你把它解出來以後 我就最後就得到那個最好的fit 最好的這個c跟d的這個係數呢 就會minimize 就minimize這個 minimize的結果就是1的平方 那1的平方 如果你把它全部寫開來 就是什麼 寫過去一點 好 最小值就是1的平方 1的平方 全部如果把它寫出來就得 OK 所有的c加dti減掉bi的平方和 就是minimize這個值 OK OK 有問題 這只是把剛才那個case 我只把它推廣一下 原來有三點 然後那個值都給你 我現在有m點 那值給你 那也一樣很簡單吧 你把那個式子寫出來 你把要解的式子 如果它剛剛好滿足這個line的話 它就滿足這個式子 然後去解它 如果你運氣好就解出來 大部分情況 你不會解不出來 所以解不出來 你就去解 least square 解 least square 解 least square 解 就去解這個東西 那是把剛才的a跟b 帶進來 把它算一算 就基本上就去解這個就對了 OK 這有問題 基本上沒什麼 好 我們稍微再把它推廣一下 這是用一條直線 假設我要弄得複雜一點 我覺得它不是直線 就是這個原來的這些 你觀察到或是做實驗這些data 它不是直線 為什麼你知道不是直線 理論告訴你或者 不管你從什麼地方知道的 你覺得它不是直線 你覺得它是某個曲線 你覺得它是某個曲線 比方說你覺得它是個二次曲線 剛才那個只有常數項跟一次項 就是說你 比方說從理論得知 或從其他地方知道 你知道它應該是個 這個東西應該是個二次曲線 所以我就用一個二次曲線來fit 剛剛是用一個trade line來fit 我現在又要fit fitting這個二次曲線 二次曲線就是這個泡物線 parabular 就是泡物線 我用一個二次曲線來fit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前面的data還是一樣 我的height還是b1到bm 然後我在哪些時間 然後我在哪些時間 這些值是在t1、t2到tm 時間得到的 所以前面的問題一樣 但現在的問題 我剛剛是用strade line來fit 那我現在是用一個parabular來fit 用一個泡物線來曲線 泡物線就是二次曲線 所以我有三個變數 是常數項一次項跟二次項 有問題吧 常數項是c一次項係數是d 二次項係數是1 所以我這邊就變成三個變數 那我就會去解這三個變數 所以我要去解什麼 我要去解 我這時候怎麼做 所以我嘗試去解這個 剛好一再解 所以一再解就是我要去把7萬帶進去 然後右邊是這個b1 剛好等我就得到一個這個 對不對 這個會滿足 所以我對每一點都寫一個 這個線線equation出來 對不對 就是exality等於的時候 然後去解它 但是因為這個只有三個變數 然後equation很多 我通常都解不出來 那這個是什麼 你就把這個對應的矩陣寫出來 這是先行人員的方式 所以我的矩陣就是這個 然後x呢 x就是三個變數cde 這個是1t1t1平方 所以1t1t1平方 1t2t2平方 一直到1tmtm平方 那x是這個 然後b呢 b就是右邊這個b1到bn ok 然後我去解這個 x等於b ok 對不對 你只把它帶進來 變成這樣 然後我要去解x等於b 那現在因為equation很多 只有三個變數 所以通常就解不出來 所以你就解不出來 就無解 not solveable 你就怎麼辦 你就去解le square solution 我要去解這個東西 linear的equation 解不出來 解不出來 因為不會剛好等於 因為equation太多 就三個變數 那我怎麼辦 我就解le square solution 所以這時候我就怎麼辦 我就去解le square solution x等於b解不出來 你就把左右兩邊 成A transpose 這個解出來 就是所謂的le square solution 我就把這個x hat解出來 這個就可以解出來了 左邊就得到一個3x3的矩陣 a transpose b就是這個3x1的vector 這個我就解出來了 ok 有沒有問題 這是我用parabular 這個二次曲線 比方說你覺得這個二次曲線 還不好 那我要用一個三次曲線 我要一個三次曲線 你就再多一項嘛 c,d,e,f,ft的三次方 對不對 你這邊就多一項 ft的三次方 那你這個a呢 a就變成四個colum 對不對 那x就變四個變數 那這邊一樣 那做法還是一樣 你還是得到一個a 得到一個x,x,b 對不對 然後再去把a跟b帶到這邊來 就解出來 就解得出來四個變數 沒有問題吧 所以你覺得四次曲線 三次曲線還不錯 你要用四次曲線 你就再加一項 你就變五個變數 那這個矩陣就變五個colum 這個變成五個變數 這個一樣 對不對 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吧 那比方說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應該是 exponential t 它長得很快 是exponential的 那你怎麼辦 一樣嘛 你就把它超過來 這邊是t1 這邊就exponential t1 嘛 exponential t2 那這邊一樣嘛 就e t1 exponential t1 就一樣 一樣你得到一個a 得到x 得到b 然後去 去 去 那個解不出來 去解leasquest solution 就解出來了 你知道我意思吧 隨便 你不見得是要 要一次的啊 不見得要二次啊 我用隨便 不管你是用怎麼樣 我得到的問題 還是個先例代數的同樣的 類似的問題 還是同樣解 有沒有問題 一模一樣 解法都一模一樣 只是我這邊a 寫出來的樣子 不太一樣而已 沒有問題吧 所以我不見得是用 stray line fit 不見得用二次虛線 fit 我用三次虛線 用whatever 你覺得是log 你覺得這邊是log 你就把它變得log 一樣嘛 一模一樣 就是a不太一樣而已嘛 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這個cd1 這些係數都是在前面的 所以你這個還是個先例代數的問題 所以同樣做 那你說我到底應該用什麼 這個就是跟這個問題 原來的 是怎麼樣的問題有關了 就是說我到底要用怎麼樣的東西 fit 你就會有稍微有一點理論 或其他地方 你知道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後面就都是先例代數的方法了 就是數學方法 所以你原來用到底用怎麼 這是你跟你問題 是從哪裡來的問題有關 那個問題本身的 那你決定了以後 後面就是用先例代數做 就都一樣 不管你是用整個東西fit 方法都一模一樣 也沒有比較困難 OK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吧 所以這很簡單 對不對 不管你要決定用什麼 後面fitting這件事 做least squared fitting 或least squared approximation 都是同樣的方法 方法原理也很簡單 OK OK 沒問題 所以基本上 今天只有講一個觀念嘛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那個 基本上只有一個觀念 就是什麼時候那個 會是least squared 就是投影下來 那個error 跟towersano 就這樣子 是嗎 greed 我 是 因為